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样妹子很不舒服 妹子给姐姐打个电话罢了平安 主管也被农主叫去帮忙 妹子刚落下电话发现主管不见了 便四处寻找着 等他找到了 主管已经被农主残忍的杀害 正想跑时就被农主抓了起来 被关在一个狗笼子里 农主要求他把衣服脱了 换上一件性感的睡衣 还请他吃蛋糕 妹子没多想 为了保命只好随着农主怎么开心 怎么来吧 这时候妹妹的姐姐知道妹妹已经失踪了 便来到妹妹玩耍的地方报了警 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警察都不愿意帮姐姐寻人 姐姐只好一个人挨家挨户找 当她来到农家院询问时 农主却假装什么也没见过 刚离开 姐姐就遇到一个女人 女人告诉了姐姐 说她十天前见过你妹妹 还说出了妹妹就在刚刚那个农家院住过 有了线索 姐姐就赶紧找了警察 去了农家院搜索 去搜了半天 也没有搜出个 所以然来 只好走了 其实妹妹早就被农主藏好了 当他们走了 男主就残忍的把妹子丢进一个搅拌机杀死了 没有妹妹的消息 姐姐正想离开 在半路又遇到了农主 其实农主看到姐姐长得也挺出众 变起了歪意 把姐姐诱骗回到农家院 把她绑了起来 姐姐这才知道妹妹已经被她杀害了 这时农主又去买了一件紫色的性感睡衣 回来便要求姐姐穿上 但姐姐早已装脱了 等农主转过身的时候便想要刺杀她 不料被农主闪开了 只刺中她的手 与此同时 警察已经发现了姐姐的车 便来到农家院搜查 发现已经被捆绑的姐姐 其实农主也赶了进来 一斧头就把警察劈死了 而姐姐也乘机逃了出去 躲了起来 故事的最后 姐姐捡起了警察的枪 把农主打死了 这是一部韩国的犯罪悬疑片 充分讲述了农主丑陋变态的人格 故事结束